在朝貴四萬軍的罷免電叔叔 蔣克龍算是沒有將對罷免的理由來回應 立委王鴻為當場播放節目片段 11分鐘的報導 基隆市長謝國良回應罷免的部分 只有短短7秒 怒批公示台與台莫無法計 根本領納稅人的錢去當民進黨黨媒 11分鐘裡面出現謝國良相關的畫面 只有35秒 而他回應罷免理由短短7秒鐘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樣的紀錄片 這是什麼樣的媒體報導 他在裡面的報導裡面說 竟然說謝國良方面 針對超過四萬份的罷免連署書 謝國良卻是沒針對罷免理由回應 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我們到基隆市的政府的相關的陳情專區 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多針對這些罷免理由的回應 結果這個節目竟然只是用打了一通電話去問基隆市政府 然後就說沒有回應 你們不會用Google嗎 你做一個專題報導連Google都不會用嗎 你不會上網嗎 你到網路上就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的陳情專區有相關的回應 然後你都是非常的另於去報導 就講了7秒鐘說沒有回應 簡直莫名其妙 這種是完全是你是難道你是這些罷免團體的 你是他們的這個擔任宣傳的幹部嗎 這個在過去你不要說有什麼公共電視連我們一般的盈利電視台 我就是看到民視的三立都沒那麼離譜 民視三立都沒有像公視這麼離譜 公視你還是拿納稅人的錢 你是公民電視台 竟然可以公然的違反選罷法 立委林佩祥認為罷免案的核心是基隆東岸廣場被侵占案 但一審已經判決基隆市政府申訴 罷免團體卻用別的理由搪塞 繼續惡意政治操作 看完那篇影片之後我只認為是說 這就是一個很高明的一個所謂的以報導為名 實宣傳為實的政治廣告 各位 認知作戰不會只有在國家全國的範圍 在地方也會有所謂的認知作戰 而這一次的這個影片 尤其是由公視 理論上這個公廣集團應該是為公共利益而去發生的 應該從公平正義上面來去幫我們國家來去做一定程度的宣傳 但是在這個紀錄片上面我看到只有兩個字 偏頗 而且是極度的偏頗 我們認為是認為這個公共電視不應該被這樣利用 拿的是納稅人的錢 但是卻為特定的政黨特定的利益團體而服務 這樣的作為其實非常不可取 整件事有關謝國良市長的罷免案 基隆市政府也好還是我們國民黨黨團也好 都一直重生 這整個罷免的最核心點 就是當初東岸廣場的市場被侵占的這個案子 而這個案子在第一審的時候 也已經判決是基隆市政府申訴 所以如果嚴格講起來 這次罷免案的理由 的基本理由已經不存在 但是現在罷免團體用其他的理由來搪塞 來想盡辦法繼續去做這種惡意的政治操作 政治鬥爭 仇恨動員 我個人認為我一直都反對所有情勢的罷免 但是尤其這一次的操作讓我認為說 難道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媒體的第四權 媒體的獨立報導權 媒體的平衡報導權 已經被剝奪了嗎 如果一個專題報導 可以做成跟一般的企業體 花了幾百萬幾千萬 在特定的雜誌媒體上面做出的報導 特定要去做偏頗的行銷行為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直接講說 公事已經變成民進黨專屬的電視台呢 律師柯成浩表示 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9條第二項規定 這次的事件初步來看確實有違法之餘 第111條第二項說得很清楚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49條第一項 第二項注意這邊第二項 或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款 那就目前的狀況 公事至少 以它呈現的情節 可能會面臨 新台幣20萬元到200萬元的罰款 那當然採處情節 不會直接從重開始採罰 一般都是從新開始採罰 可是公事這樣的為師 作為一個 李納稅人前的電視台 卻從事這種其實不是很中立 甚至有洗腦疑慮的行為 其實是蠻值得檢討 這是除了法律之外 我們也要提醒 就作為公事人前的罰免法 對於媒體在呈現罰免案 還有競選案 其實有大量的條文要求要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性 而且同時不能任意的支持或反對 對此民進黨立委 許智傑建議公事台與台 可以建立更平衡的機制 或錯開敏感時間點 針對公事台與台 以人物角度報導霸凌的素人 重點並非放在支持罷免或反對罷免 不過未來針對政治相關議題 建議公事台與台 可以建立更平衡的機制 或者錯開敏感的時間點 避免捲入政治紛爭 立委王宏偉表示 已向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基隆市選舉委員會提出檢舉 並屈含要求公事台與台下架節目 要求相關單位依法採處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